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说你有看到老师这个讯息还是这个直播 也麻烦你帮老师做分享 不晓得这个声音OK吗 如果说声音有一些问题也麻烦跟老师说一下好不好 现在正在是分享时间啦 就会大概花三到五分钟的时间去做分享 那分享的时候呢还是会简单跟大家聊一下 我们的这个今天的主题啊 除了有这样的一个网路公庙的业务介绍 还有一些个案咨询的分析以外 今天我们有准备这个题目是要来跟大家讲一下 怎么样用身份证字号来看你的财库 财库的财来源有什么 通常我们一般人的财库来源都会很多元化 很多管道赚钱的 长辈给的继承的还是中奖的这一些 那我会用老师会利用这个直播时间去规划一些 去规划一些主题来探讨你的财会从哪个方向来的意思 那今天我们就是要用你的身份证字号 来探讨你的财要从哪个地方来的意思 老师呢先分享一下 如果说你有看到老师的讯息 也欢迎跟老师做分享 如果说你是看回放的话 那当然你可以把这一趴三到五分钟跳过去 那在跳过去之前 也先帮老师按赞按分享好不好 帮忙分享订阅 这样了解吗 好 好 现在这样看来应该是差不多可以了 现在老师的分享会比较简单一点 不用传了一大堆结果 当然如果说各位在线上看的好朋友 如果说你有发现到你的周围有一些朋友 同事家人亲戚 需要做一些咨询的 也欢迎请他们来老师的直播间 每个礼拜六的晚上十点半好不好 来到我们脸书 网路公庙直林先进的官网 一二三一二三 这边看不到人数糟糕了 好没关系老师看电脑就好了 好 再等老师一下 好 好 听得到吗 一二三一二三 好 这个呢 是老师特别去印字 把那个字印颠倒 嗨 这个应该是喜美 喜美好 这是印颠倒的 因为脸书的尽头基本上是反字 所以呢 有一些技术性的问题要花一点时间克服 好 感谢喜美 感谢按赞 好 大家好 我是网路公庙的资林先进执行长高玉琳老师 再一次欢迎大家在星期六晚上十点半 进来老师的直播间 跟老师一起度过这一个小时的时间 来聊一聊你在你的财库来源 好 有什么可以参考的 今天我们除了有一些业务介绍 还有一个问题咨询分析以外 还有一个我们要聊的话题就是 用你的身份证字号了解到你的财库来源 在这么众多当中 老师先一项一项帮大家做分析 今天我们用这个身份证字号来探讨你的财库来源 基本上会比较偏向一种 你个性上使然的关系 好 没关系 我们等一下再来针对这个部分好好的聊 所以如果你是看回放的 我们刚刚把前面那个分享的地方把它跳掉就好了 赶快转过来 那如果说你现在已经转进来的 也帮忙老师做分享订阅好不好 那当然你如果说有一些朋友同事 家人亲戚 有一些问题找不到老师问的 找不到好的方法 欢迎请他来老师的直播间 跟老师做提出问题做咨询 老师会在线上帮他做分享分析 让他有一个参考的方向方案去做解决 好 通常都是抑郁症的来源 压力的来源 所以如果没有解决的话 身为我们好朋友 身为亲戚的一眼看了 也于心不忍 所以如果说可以的话 也请他们来到老师的直播间来听老师直播 听老师聊天 有问题可以留言也可以跟老师聊天 好不好 好 好 现在老师把这个换一下 这个有稍微调整了一下 应该会比较稳定的 现在呢 我要针对我们网路公庙知名先进 有一些业务 按惯例还是会花一点时间来介绍业务 上礼拜有同学来问老师说 老师你讲小妹你好 志云你好 晚上好 晚上好 上礼拜有秋安心 安心你好 晚安 上礼拜有同学来问老师说 老师你讲那个网路公庙的业务 我们都知道啊 那个可以再减少没关系啊 也对啦 我们可以减少介绍的流程 不过因为有一些新加入的同学不了解 有些对于老师的网路公庙还有陌生 所以老师还是会多花一点时间来做简单的介绍 好不好 那老师今天呢 会介绍的比较快一点 总共有四项1234 是我们网路公庙知名先进的业务内容 第一个就是借天财经 借天财经 跟第二项补财户最大差别 等一下老师会一一跟大家做分享 借天财经最大的用意 就是说你内心有事情要去做的 要完成的 或者是要去打拼的 要努力的 问题 事情 除了我们做的这个事情 做的这个目标的设定 有个内心的愿望要去完成的 除了要人家帮助你 还有靠自己的自助 跟人助以外 通常如果多了一份天助 那这样子的话 你来做的事情会比较如鱼得水 比较事半功倍的概念 所以借天财经就是你内心的希望 你内心的期望 希望能够有一个加速完成还是快速完成 或是更圆满的完成 达到你要设定的目标来去进行 来去申请 金额是100元到600元 这个都是由神明博博来决定的 所以你不用担心说你需要借多少钱 不用我们是一个形式上 让神明加持过的这个天财经 送到你手上 用邮寄的方式送到你手上 那这样子的话 你好 你可以在你的一些内心期望的事情 不管是升官 还是要求职 还是有一些人要考试 有像这两天大学学册 指考 或者是说有一些 我们所谓的谈恋爱求桃花 还是有一些业务订单 或者是说 希望老天爷能够帮忙家里的长辈 小琴晚上好 希望老天爷帮忙家里的长辈身体 可以完好 恢复健康之类的 这一些都是可以来求天财经完成 针对你内心要去祈求的事情 来借天财经 100到600 不用设定不用抵押 只要你提出申请 那么我们会祈求之后 看得到多少费用 100到600 不管金额多少 我们就把这个金额寄过去给你的意思 这是借天财经的部分 好 他跟补财 他跟我们第二项补财库 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借天财经是针对我们明眼 现在在进行的当中 在做的事情当中去求的 而补财库是我们看不到的 补财库是针对我们所谓的天库 地库跟水库 天库就是老天爷要给你的 那如果说有一些要给你的 你如果来不及哪 还是不晓得怎么哪的时候 或者是说你有一些疏忽 有一些失策 就是有些不小心 而造成了你的财库有破洞 会落失掉 流失掉一些福气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补财库的部分 让你的天库地库 还有你的那个水库 去做补财库 不要让它流失掉 因为财库有破洞流失 就是我们所谓的运气不佳 用俗称的言语可以形容 让大家体验得到的那种感觉 叫做运气不佳 叫财库破洞的概念 而这个财库基本上是一个形容词 原则上它会讲的是你这一辈子的福气 财还有一些所谓的人 人际关系 还是你的人情事故相关的遭遇 都是有关在这个区块里面 所以说天库就是老天爷给你的 那地库就是你的累世累劫 你上几世所累积的一些好的不好的 带下来到这个事 那如果说有一些事情 产生了不好的影响 我们就会统称俗称的冤亲债主 来找你的意识 这是在地库的部分 然后水库 水库就是你这一辈子 应该得到的财富 如果说你有破洞 财库有破洞的话呢 你就常常会觉得说 为什么我刚领了一笔钱 突然的车子坏掉了 突然的生病了 突然的什么 什么样跟人家发生那个纠纷 突然的怎么样一个摩擦 而需要赔钱出去 这个就是我们水库有破洞 好那重点就在于说 在这么多的事情出现之后 让你的钱一直聚不起来 让你的运气一直不能很顺畅 我们如果用科学的方式 用经验来探讨 找不出原因的话 这样老师会建议你 考虑来补你的财库 让你的运气可以更顺利一点 让你的财可以更守得住的概念 来进行这一项事情 好所以这个就是借天财经 跟我们补财库最大不同的地方 天财经是看得到的事情要去做 要完成的 要让它更好的意思 那补财库是我们看不到 就是我们俗称的运气运势 我们所赚财的那个财运 好可以去做更完美 更好更进步的一个概念 好这个就是这两个关系 好第三个就是网路点灯 网路点灯是老师 网路宫庙之灵先进祭祀的主神友 玉皇上帝三观大帝三教主 三教主就是四儒道 四儒道就是那个释迦摩尼佛 儒就是孔子嘛 道就是太上老君这三教的教主 有个三教主 那还有就是五斗新军 东西南北中五斗新军 还有一些其他众什么太阳新军 文昌帝军 太阴新军 月老啊 这一些神奇都是有在祭祀的 所以我们在这当中呢 如果说你有相关的 要求智慧有文昌求财 有五斗新军 补彩库有三观大帝 还是整体运势 的话有玉皇上帝的玉皇光明灯 这一些都可以让你在无形中去保佑 你可以让你的运势更好 有遇到瓶颈的时候呢 可以透过这样的的益柱点灯 来保护你 有个金钟罩 保护你让不好的事情尽量减少发生 这个就是我们网路点灯的部分 第四个就是迷你咨询 迷你咨询当中有包含的 第一个就是你有问题 可以来我们线上这边做咨询做问 这是免费的 如果说你会不好意思 希望能够个别来做咨询也可以 老师有接受私讯 还是说私底下去做了解你的问题的所在 但是这个部分会花一点费用 好那当然有兴趣 可以在私底下跟老师做联系 如果你觉得你的问题可以拿出来探讨的话 那我们在这个平台的一个咨询是不收费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假设您有一些牵师 去其他宫庙抽的牵师 那你希望有一些不同的说法 还是有一些更详尽的解说 也欢迎可以先把牵师传给老师 老师了解了之后 可以透过直播的时间来跟你做分享 可以做分析 那当然一样如果不希望人家知道你的事情 也可以私底下用私讯的方式 跟老师做联系 当然还是回归到原点 私下做联系咨询 那个是有费用的问题 如果在这个平台上是没有费用的问题 这个部分倒是可以让大家先知道一下 好讲完了 借天财经补财库 网路点灯还有迷你咨询 我们那个借天财经 已经到了第22T 但是23T好像还没有人 借天财经 那补财库呢 明天会贴文贴第22T 借天财经的影片 那补财库呢 我们今天早上有贴了一个第6T补财库的影片 所以借第23T跟第7T的目前都还没有人 所以如果没有人的话就会休息一个礼拜看 接下来也没有人再去申请借天财经 或补财库这样子 好网路点灯的话已经接近了 快接近时间的该点的都点的差不多 那后续如果你有同学朋友同事觉得好像他要改运 还是要做一个保护措施的话 也请你帮忙介绍来找老师做点灯的事情 好不好 以上 好接下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针对身份证字号 来了解到说你的财库来源 今天我们要针对财库来源是来自于说你的主观 来自于你的长辈的角度去探讨 那当然我们这一辈子能够赚钱 能够有收入的方法有很多种 包括你正常上班的收入 包括你学生时代赚奖学金打工 好这个都是精彩精彩的来源 那当然有一些例外 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工作的时候 公司有赚钱 好会有连总奖金 我们绩效做的不错 会有业务奖金 有些公务人员破案了 还是有一些什么样的成果展现有进步的 得到奖励 有一个奖励金 那当然有时候长辈时间到了走了 他留下了一些有价证券 有下财资产 这些就是继承来的 所以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是针对哪一方面来的 我们就一项一项可以慢慢的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这样好不好 好现在线上有十多位 我们先来一样跟大家做分享就是 看得到 这个老师也是写反字 因为脸书的镜头就是会相反 所以老师只好写反字 A123456789 好各位你可以想象一下 你可以套入这个公式 你的身份证之后前面的字母 就等于A位置 好有的人是121 有的人是222 有的人是多少 这个没有关系 你就照你的方向套 现在这个数字是 阿拉伯数字的位置顺序 123456789 好不好 好 那现在这张图 这张表格知道了之后 老师在讲第三顺位 就是讲这个 你好 你好 书 应该是书 Jerry 这个是Jerry吗 你好 这个是SUC书 宾是吗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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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你好 好 这个请你先记住 老师呢 会讲到你的数字 第几顺位 是扣掉 扣掉你身份证之后的英文字母 扣掉不要算 不要算顺序 你的顺序就是 第一个数字就是1 第二个数字就是2 依此类推 所以老师会讲到你的第几顺位的时候 你的数字在第几位 这样了解意思吗 你的数字在第几位 好 要拿掉了 现在呢 我们要献出一组 请各位看清楚这些数字 在你的身份证字号上 有没有 有的话呢 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一个礼拜 这个架子好像比较稳的 对不对 因为老师有做了改良 找了不同的工具 要看一下吗 哈哈 我们上次呢 是用这一种的 假的啊 它会晃晃晃晃去的 所以有时候在那边瞧了老半天 那这个呢 我们这次用拿这个 拿了一个这个架子 哈哈哈哈 有没有这样是比较稳定 比较稳当 好 现在我把它拿近一点 看得到数字吗 有没有看不到的 有没有谁可以跟老师讲一下 大家都睡着了 哈哈哈哈 好 没关系 睡着的话呢 你就听老师讲 老师的话就当作是催眠曲 哈哈哈哈 现在如果你的身份证之后有这八组数字的 十九 二十六 三十四 七十八 四十三 六十二 八十七 还有九十一 假设你的身份证之后有这一组 没有你的 没有你的 哈哈哈哈 好 老师要讲的是 你的身份证之后 有这九个 有这九个数字 不管这九个数字 你是怎么两两组合的都没有关系 但是小妹 小妹 小妹老师跟你讲 你有没有那一种 你有没有那一种 这个号码中间有五跟零的 比如说 假设 假设 你好 晚上好 Do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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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Dori 晚上好 你好 没有 如果说 我们一斤数字是这样子 正常的话 就是两个组合连线 但是 有一些人像小妹没有的话 那就可以猜一下 比如说 一九 一跟九的中间 有没有五 有没有零 有没有五或零 二六中间 有没有五或零 三四一样 有没有五或零 以此类推 这是一种 第二种就是 比如说 一一九 一 也没有啊 因为你没有九 你有一九 好 Dori 有一九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 财库来源 财库来源 你的财来源有很多种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 针对你的 你的长辈给你的 你的主导 你的主观 你的主 你的权威所来的 好 等一下跟你解释这些名词的 一个解读方式 好 我的有在上面 而且还中两组号码 好 现在我们要讲的是说 假设这些号码是在前三位 这些号码 来 看这里 这些号码在前三位的话 A 当然 前面三位 机会不高 但是如果说有人有的话 理论上 好 我们这样好了 我们把它放松一点 到第四位 如果说你的 这八组数字 这八组数字 里面是在前面四位的话 基本上 你获得长辈 获得家族的奥元 比较多 好 因为这个 来自于你的成长过程 家里可能比较容易栽培你 比较容易培养你 比较容易 易住资源 易住 精神 易住 财力 在你身上 如果说在第四顺位到第九顺位 这些的话 通常就是什么 恭喜你 基本上 你有创业 你有当老板的因子 有那个当老板 有创业的基因 这样了解吗 所以如果说我们从上面来看的话 他因为有一种主导权 有一种绝对权 所以呢 他的 要注意的地方是 你有这八组数字的你 要注意 你本身可能有点小小的大男人主义 或大女人主义 了解吗 在第四第五 如果说像 喜美 你的位置在第四第五的话 显示你在四十岁以前 四十岁以前应该有机会去 比如说 你在四十岁以前 有机会获得 长辈给你的 多的钱 多的钱 有些关键字 有些关键字 老师也不好意思讲 刚刚看错 一个号码 位置在第二第三 好 第二第三在这里 第二第三的话 就是原则上在年轻的时候 你的家里的资源 给你还蛮富足的 蛮丰富的 让你在念书的过程 在成长过程当中 比较不于匮乏 还有没有人有 可以写出来 老师可以帮你做分析 没有关系 好 像在第二三位的话 这个位置的话 是比较你的成长过程当中 基本上会比较 没有压力 会比较幸福 好 所以那个原生家庭的成长过程中 如果说 你的这个资源相当丰富的话 理论上你 念的书 还是你的 考试成绩 还是学校的那个成就高度 会还不错 第八第九位 多理在最后面的话 这个是属于 比较平常年长的部分 我们还是讲一下 身份证字号的A 这个位置呢 是属于从出生 一直到开始上学 到儿童 青少年 少年 青少年 青年的阶段 一直到老年 久 久的位置 就是老年 那像多多利的话呢 在第八位第九位 这样的理论上是偏向在55岁以后 好 那多利如果你出现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你要嘛有可能在年老老年的时候呢 容易有创业的因素 或者是说有一个斜杠的身份 或者是说你有一个掌控的家里的经济大权 可能先生还是小孩的收入被你拿捏住了 好 那接下来这个是 87号 87号是在第四跟第五在这里 第四跟第五的话呢 一样跟喜美的一样 走老运 好 理论上也可以讲走老运 但是基本上你要走老运的时候呢 你要看你前面的努力过程 好 这里面的前面过程的话 在这边有走 我记得是走老运的 好 那像那个第四位跟第五位的这个地方 还是回归到一个 通常在40岁以前 有机会去做一个 创业还是做单位主管 的一个概念 那当然 在这个部分还是回归到一种 因为你是带有领袖气质的 所以说你有这八组号码的 你有这八组号码的同学 基本上你是带有领袖气质的 比较容易有 聚焦力在你身上 在四五位一组 七八位一组 四五位一组 七八位一组 哇 恭喜你啊 你少奶奶的命啊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像至于有两个两组数字的话 一组在第四位 第五位一组在七位 第八位的话 通常因为你带有领袖气质 刚刚讲的你有这八组号码 基本上有创业的基因 或者是因子 相对的也有是斜杠的身份 或者是说像刚刚那个小 好像小钱还多利讲的 哈哈哈哈 讲到是 就是说你可能有掌握到某个程度的裁员 比如说老公是你掌握的裁员 还是小孩子的裁员 每次都交给你来运用 那当然 我们如果在老年这个阶段 还掌握到小孩子的钱 那你要注意 是不是说在 在整个财务的运用上 稍微的捉襟见肘的意思 这个倒是要稍微注意一点的 不过还是回归到原点 因为 这个带有领袖气质 带有当老板的气质 容易聚焦 人家的关爱眼神 比较能够关注在你身上 让你可以在这财运的运用上 会比较盈余 会比较扩挫 所以呢 你的投资理财 你的一个财的运用 取决于你 你的那个格局有多大 累积财富的格局会大到什么程度 好 余儿 好 余儿 等一下老师帮你回复喔 把他回复喔 哈 我想当董娘 斜杠是当贵妇 很好 很好 这样很好 叫你老公加油一点 好 小琴 小琴刚好也是有嘛 多利小琴 对啊 二三 二三的话是年轻 就小时候 好 还有没有人有位置要提出来的 我都只能当 其实 小琴的贵妇 理论上应该是很多女生 在年轻的时候当 那当然我想小琴应该是开玩笑的 好回归到原点 怨妇 喜美那么乐观 怎么会是怨妇 现在还是回归到原点 老师再讲一遍 我们的尽财的方式 有很多种 A B C D E 我们今天只讲一种而已 那这一种呢 是来自于说 我们的财 是来自于 你有领袖气质 有当老板的因子 有一些创业的过程 还是有一个显学 所以很容易聚焦你周围的人 在你身上 而给你资源 给你挹注关爱的眼神 这个部分 你如果运用的好的话 那当然那个格局 就会聚财的能力 跟聚财的格局 就会相当的 无限宽广 那为什么 有的人 有了这些数字 比如说有两组的 好一点的话 有两组 或者是三组的 或者一般正常 有一组的 为什么很难去做 很难去把这个财的格局 给放大 为什么很难 一句话 就可以解释了 因为贫穷 限制了我们的想象 这样可以理解老师的意思吗 所以说按照这样的方式 你在不同的 像有刚提到的 40岁以前的 有的是在50多岁的 这个过程 都是来自于你的因素 会比较多 会比较有机会 如果那个机会来了 你没有把握住 还是说这个机会来了 你没有蹬上去 那当然就浪费掉 是很可惜的事情 好 来看 有没有人想要问的 针对这个数字的部分 或者是说 你等一下 我们这个话题聊完的 你有问题要问的 也可以先留言 像鱼儿这样子先留言 好 那我们就可以 等一下 话题的主题聊完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接续 去帮你分析问题 好不好 马马号 好 等一下 这是 我想创业目前 已经 要准备设立公司的 请 那你这样你的 好 马马号 你有看到老师 这个直播上面的留言吗 你的 秘称 马马号 然后你的题目 就创业好不好 还有 1到64其中一个数字 还有1到64其中一个数字 还有1到64其中一个数字 好 你请 针对这个数字 有没有人想要再了解的呢 没有的话 我们要进入下一个阶段了哦 前两天 老师有一个po文 就是我们 就是我们 一经 针对每一年 都有一个直年卦 就是 一经总共有64卦嘛 好 那我们就是会 由这64卦去排列组合 每一年都会有一个卦 像今年叫做雷火风 雷火风通常 坦白讲 是多事之秋的一年 所以2024理论上 如果看老师分享的 那个po文 就可以知道 其实2024是在 惊涛骇浪中会度过一年 也就是说 大家如果说 坚守本位 去做自己的事情的时候 或许感受没有那么深 但是 如果有一些经济 受到影响的时候 就可以感受到说 哦 原来今年的动荡 是蛮严重的 也不能讲严重啦 就是说 会比较有 波折 比较有一些 突如其来的状况 那你 甚至会让你 措手不及的意思 好 朵利 请问2024 换工作吗 好 马马号 你下课了吗 是马马号吗 还是马马什么 对啊 马马号啊 有猫头的这一个 请你再重新留言哦 你没有 你 我们这个影片上面的文字 麻烦你再看一下 好不好 马马马号 你在吗 在的话 say hello 一下 嗨 嗨 嗨 一下 好 没关系 如果说没有新的问题 的话 再打字后 看到了 这个是 这个是 JR 日前收到邀请去参加孩子学校置工培训课 但感觉不是担任普通的一公二二 JR你的逆称是什么 JRJR呼叫JR你的逆称是什么 好你你可以把两个打在一起吗 要不然等下老师一讲就忘记了 复制贴上 瑞瑞 然后呢 瑞瑞 好吧 如果没有问题 我要拔掉了 接下来要进入我们今天的 分析时间的 鱼儿 鱼儿在吗 瑞瑞 瑞瑞你方便把那个留言复制 贴上 然后贴上要送出之前 再把瑞瑞打在上面 好不好 鱼儿鱼儿在吗 呼叫鱼儿 呼叫鱼儿 好看到了 谢谢瑞瑞 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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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儿你还没有say hello 老师先分析下一位的哦 可以吗 鱼儿你还没有say hello 老师先分析下一位的哦 躲力 躲力 躲力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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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躲力老师先分析你的问题 鱼儿 鱼儿你看到老师 你麻烦say hello 接下来分析你的问题 鱼儿 我们现在先帮躲力分析 请问2024年是换工作吗 49号 好来 现在 朵莉老师要跟你讲 2024年要换工作的 机会是不适合 理论上是适合的 但是你容易遇到有一些 那个要怎么写事 有一些评估的角度 你似乎需要再做加强一下 因为从这个挂来讲的话 其实 从元月份的话 你的换工作除非说 有一点类似像创业也好 还是说有个斜杠身份 那当然是OK 但是不要抱得太乐观 因为有一些假象 你可能很难敏感到的关系 会造成你误判事情 所以说你在今年要换工作的话 理论上 我从这挂的解读 有一些假象 还是要请去注意一下 不是不好 而是说假设你误判的话 原本不会亏钱 会变成亏钱 原本不会后悔 变成会后悔的意思 所以说你假设 要换工作是换到 从A公司换到B公司 那可能他给你的条件 不会用不会跟你讲得的那么好 这是一个 或者是说你从上班族 转换到创业当老板 那有可能有一些细节 你没有评估到 当你真的去创业做老板的时候 哇 没有评估到就容易亏钱 或者是赚的钱不多的意思 怕贝 如果说你怕被file 然后想要来换工作的话 这一点你倒是有一点多虑 从挂项来看 其实你现在的这个工作还不错 当然我不晓得你是什么工作 就是说你目前的身份 其实是不错的 哪怕你是当家庭主妇 哪怕你是当一个小的 照顾家 照顾小孩子的妈妈 这样的一个身份 其实周围给你的资源 支持的资 援助的援 资源 跟那个电子资讯的资 来源的援 那个资源是不同的 所以说朵立你 现在要换工作 是来自于好像遇到瓶颈 你刚刚讲的 怕被file 那这个部分的话 倒不是问题 好这样可以理解老师的意思吗 好 如果没有问题 朵立老师讲完了 好 谢谢朵立 接下来 来 Mio是末 还是怎么念 好 Mio要问 目前要设立公司 请问有什么可以建议的 38 現在如果說從你要開設公司的現象來看的話 你本身其實還沒有準備好 你還在觀察當中 那現在呢 要跟咪講 老師要跟咪講的是 你有一點類似那種 做中學學中做的概念 在看你的創業 現在你為什麼會想要創業 有可能是來自於同才的建議 有可能是同才在做 你也跟著做 有可能是有一點 在算是在攀比的感覺 或者是說呢 好像沒有做的話 很可惜的感覺在上面 這樣你可以理解老師的意思嗎 現在這個有什麼建議的 坦白講這個掛顯示出來是 你在這個創業在這個公司 你要創設這個公司的主要的收入的這個業務 坦白講從掛相來看 你應該還不是很內行 那你還不是很內行就要去創業的話 就是所謂的做中學學中做的前提之下 就會建議你 老師會比較保守的建議你 可以的話就是先斜幹 先用兼職的方式去做創業這件事 當然老師不曉得你要做什麼呢 所以說以這樣過程來講還是提醒你 市場開發 客戶在哪裡還是要先掌握住 有可能是你的客戶告訴你來做這個行業 做這個事業來開這個公司 但是客戶告訴你來開 公司你應該還好吧 要不要算倒是其次 當然你要找老師算也很好 所以還是回歸到原點 你開公司創業有什麼建議的 你的客戶來源還是要去經營還是要開發 不管你可能本職學能很強 可是沒有客戶就是零 這個部分有可能是同業請你出來開 有可能是一個客戶請你出來開 但是這個數量還不足以去支撐你去開這家公司的概念 所以大方向老師不曉得細節 所以這個大方向還是提醒你 在這種明暗之際 要明不明要暗不暗的階段過程當中 很多懵懵懵懂懂的事情 如果可以的範圍內還是鼓勵你可以 能夠更清楚明了的時候 再進行下一步對你的保障會比較多一點 那當然如果說你口袋夠深的話 邊做中學學中做這是OK的 馬其朵你好 所以這個部分就給你做參考了 好不好 講完了 好來那個瑞瑞嗎 接下來瑞瑞晚的就是喜美瑞瑞在嗎 呼叫瑞瑞瑞 呼叫瑞瑞瑞瑞瑞您在嗎 再來看到了 瑞瑞要問日前收到邀請去參加孩子學校志工培訓課 但管節不是擔任普通一工而已 請問會不會有一個好的契機 請問會不會是一個好的契機 37 好瑞瑞來當志工是不是好的契機 現在如果說從掛相來看的話呢 很多你的不熟悉 很多你的 还没有深入了解 你是见即 旅即一步一脚印 在学习在了解当中 因为整个志工的 内幕 它实际内容 不是清楚的情况之下 你会很想要觉得 说在里面想要学到东西 还是有认识什么样的人在里面 从上面来看的话 老师会鼓励你 当做志工来看就好了 基本上 可以不用心存幻想 说在当中可以获得 多好的资源 获得多好的挹注 认识多么有能力的人 这个部分 理论上可以考虑 不用花那么多精神 去关注 这样了解老师的意思吗 瑞瑞 好所以从这个挂项来讲的话 你当然是有一些 你想要涉略 你想要了解的关系 所以说 你会想要去学习 你会想要去掌握 会想要去了解 这个志工的内容是什么 但是这个志工的内容 从挂项来看的话 回归到原点 就是做志工而已 想要从做志工当中去认识 有实力的人 有资源的机会 理论上从上面来看 你的失望越高 失望 你的希望越高 失望越大 对 放宽心就好了 顺其自然 你想做就做 不想做就休息的这种概念 因为有时候当学校的志工 比如说我们很多种 有时候可能在什么图书馆 有的时候什么 在一个什么教室 保健室 还是什么那种志工 还是说有一些早上的导户 学生共邦马 现在门口的那种导户老师 导户的志工也都算是一种 这个部分的话 该做做 该休息休息 这个部分倒是可以 你如果想做也OK 但是如果想去做志工 然后认识其他的资源 理论上老师会建议你 不要期望太高 好讲完了 接下来习美 习美在吗 习美好 预计4月底之后 要开个人工作室 想把目前的工作技能 变成这样的方式来做 好 提美要问 预计4月以后 要开个人工作室 请问把 目前工作技能 变成间的方式来做 好不好 好 好 习美 现在习美 老师要跟你讲的是说 这个是有竞争的味道 你如果在4月份 要成立工作室的话 你要转换成接案的技能 那等于是在跟原公司做竞争 那做竞争的话呢 就回归到你的什么 回归到你的专业 回归到你的品质 好 那当然从这个过程当中 你到后面可能会比较偏向的是 原来的客户可能会比较少接触 而要开发新客户 这个挂是提醒你 有一个新的阶段 新的身份 新的段落 要去进行的关系 所以如果把现有的服务的态度 服务的方式 转换成接单的方式 来到工作室做的话 那么前面几个 理论上可能会跟原公司 有一些 也不能讲纠纷 就是有一些摩擦 有一些意见不合的地方会产生 那这样子的话 对于你来讲的话 可能会小小的很烦 那这样子间接衍生推断出来 变成说你在原公司接的客户 等到你去开工作室的时候 你可能很难先接得上 很难可以去拉客户过来 工作室的概念 很难 那当然你拉了过来OK 不过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可能原公司知道了 那他可能会有一些 不同的意见 会向你complain 向你反应 那这时候你就要想好 要怎么去应付 怎么样应对进退 这样了解吗 喜美讲完了 好所以还是回归到原点 就是说 与其要把 把服务转换成接单的方式 倒不如开发新客户对你来讲 会比较扎实 短时间内靠旧客户的支持OK 不过理论上从挂项来看 成为你的主要的收入来源 是撑不了气候的 好不好 好讲完了 有没有人要问问题啊 现在11点10分 刚刚也跟大家做了分享 就是说 如果你的身份证知道 有刚刚提供的那八组数字 那当然你要去做创业 还是要转换跑道的那个机缘 或者机会会比较多 会比较好 这是针对刚刚一个附加提供的答案 给大家做参考 好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可能也差不多 这样子了 现在11点10分 我们今天直播到这边 我们做个Ending好不好 好 在这边呢 感谢我们线上的同学 线上的朋友 上来支持老师 也感谢大家 跟老师在这样一个小时的聊天过程当中 大家彼此互相吸收一些新知 感谢大家 那我们今天直播到这边 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夜晚 夜夜有好梦 好不好 那我们今天直播到这边 下礼拜六晚上10点半 一样在我们官网见面 下礼拜见 拜拜 拜拜